这边就是陕西西安华清宫 童草房的那个洗澡的地方 今天进去参观一下 你看一下这个华清宫五位警戒 第一印象就不好 你看上厕所的爬堆 爬了那么多了 你看一下 节目都上厕所爬堆的 他这个景气的 你看就这么一个厕所 你想上厕所 你就买票进里面去上 太坑了 景气你看一下 他外面就一个厕所了 别的厕所了 他守住了不给用 空着去送一个厕所了 跑得跑了半个钟 哇 说还没有进景气的话 对这个景气的印象就非常的不好 连厕所就没有了 就一个厕所 拿着周围还有别的厕所了 他把它锁住 是吧 你如果你要想上厕所 你又买票进里面去上 心中太爱了 有什么厕所 说身份正精气 这些机车旗帜的全部都是利油团的 好像大蚊都是利油团的 这种饮池应该就是黄帝洗澡的地方 朱恩来种礼沐浴池 1961年朱恩来的沐浴池 洗澡的地方 朱恩来在这边洗个澡 这边的洗澡最贵的一间1295 贵飞池595 原来这边有温泉 你看这景气里面也是大碗都是老人家 这个骨鸡没有多少这不都是后面皱上去的吗 你看 你看一下大部分都是利油团的 你要拿着旗帜的 这边边的碗 再多碗 海逢逢啊 今天很多游客看到这样就觉得是可以带着 底下扔了那么多硬帘 你看一下底下就是一个水 就是杨贵妃墓 但是告诉你一句话 杨贵妃墓里面没有它的一样 就这么一个坑啊 你看一下 不止的是真是脚 一把这么丝啊 这个 这个景气真的是太坑了 就这么一个坑 你看一下 120的门票 这有什么看头 嗯 嗯 这上面还有一个坑 华莲汤 这个应该是皇帝墓逸的地方 这个池子比供到那个容易缓 沐浴的地方就要倒很多 这个池子还有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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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水池 什么都没有 你看 出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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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块钱的门票 进来看了两个水坑 什么都没有呢 水坑里面是吧 那冰马泳的话 虽然也是这个坑 但是那坑里面很多 人物古籍都有 就是这个坑里面 这个坑里面是坑里面 妈的 疫情人的人来这边看看 这有东西吗 空的 是 这房子的话肯定是把后面坐上去的 不可能是唐朝和蛇就有的 这上面的是什么 帝王汤 星辰汤 帝王汤 这边又是一个水池 这个不是水池 也是一个坑 这边有介绍星辰当时铜帕中墨衣的汤匙 也是洗澡的地方 你看这个水池里面也是什么都没有空的 完全是空的 什么写着供水道 看了一个寂寞 太坑了 这个景气 一群人在这边看坑 这有什么抗的 这抗的那个 这底下的是什么 穷鸡 像皇家的都是董玉池的 那很多人还不愿意说如果我们抢的汤 好大了 现在都是用弹子 不见得很专 它是因为铺大理事 这样 你看看 那开房子是什么样子 竹子 铺大理事 就像个素质 这盘子 大盘子洗的汤池 大盘子洗的汤池 它并没有那么的高级 但是它的功能性比较清楚 五颗关于鹦豆 都不太坑了 这么当地 所以这样对面的概念 是个咖啡面的 等级最高的 是咖啡和VIP 等级低的在这边见 大级密集 东南北 小姐为什么出来就给大家 甩了汤汤 所以叫做 沐浴公泽 华人好大 你家池 是有个罐头了 但现在不完整 你们看到不够的说 说一边干嘛的 我讲了 我不是总理在吗 这个是上汤的房地专门赏赏 等级较高的观念 这个景气就这样子转了一圈就没有了 你看一下 就是看了几个游泳池 沐浴的洗澡了 这个景气对吧 估计是我倒过了一个最坑的景气 120的门票 里面就是两三个坑 皇帝洗澡的沐浴池 沐浴池里面什么都没有 不像兵马俑 兵马俑坑里面的话 它是很多古迹 是吧 在这个坑里面真的什么都没有 太坑 太坑 太后悔了 在这个地方 府警头1995年来参观个华青池 这里面的是什么 早盐啊 蒋介石行业啊 蒋介石行业啊 蒋介石曾经坐在这边吗 蒋介石曾经坐在这边啊 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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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池子就是蒋介石以前洗澡的地方 真没想到蒋介石也会来这边洗澡 个个都想当皇帝 这个地方的话是皇帝木役的地方 这个是什么 物监厅 是什么意思 物监厅 蒋介石的物室 蒋介石的办公室 原来西安四边蒋介石被抓了 和白傻子 小元 还有一个蒋介石 那个是张杰梁 原来蒋介石是在这边被张杰梁抓起来的 这么多 香烟桶 因为桑梁从这边开始打响了 当时只是说活着讲这些 没有说要杀死他的意思 所以档梁要比你先进得多 这边有档梁 西安四边桥镇档梁 这边到底是什么 他们拍不起 这样拍 两个都拍一看 看着你这角特别的 大家不让进去 三千黄在你肩后就看面 不让把玻璃拿起来 看着西安四边枪震荡档梁 看着这个玻璃箱 然后这边也是 这个枪震荡档梁 也是以前的枪震荡档梁 看一下 一二 枪打了 枪眼 枪震荡档梁 也不是 枪震荡档梁 기를烧 屁被撒 都是夏天 每次让到家 咒涌顶 咒涌顶 看待我 观光在月有几十块钱 我来就走路算了 因为上面有一个抓蒋亭 就是抓到蒋介石的地方 上去看一下 走向堵 这是我们可以了那么多字 国民党的佛装 这边有兵舰顶的那个简件 原来是叫总统蒙浪顶 蒸汽顶 民族复兴顶 解放后改为赵将顶 民国二十八年 这个就是周蒋亭的 他后面改了名字 这人 当年西安自聘的时候 蒋介石就是这边 被张喜永抓起来的 以前的我叫做周蒋亭 那边在里面建设 迪安 这个人 暗门 并没有 蒋介石重生厕 谢谢 走走 你好 上去 上去 来来来 滚倒了 我叫他 我叫他 他喘了 他喜欢吧 他尸上 他尸上 他的他尸上 他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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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回来 他尸上 他尸上 当年蒋介石应该就抖在那扫面石缝里面切的 因为这边写着蒋介石藏生册 民主复兴结合民伴 沉沉的 那个是沉沉抖在这里 蒸气泡 为什么让我生死了 我从这个华庆宫景气里面出来的 门票120 平载位20 总共140 一个字坑 太坑了这个景气 来一次不会来第二次 这个的话是荣贵妃的雕像 然后工厂进去那个的话就是华庆宫 后面那座山的话就叫做礼山 礼山的话其实是一座非常普通的山 那山顶上我就没爬上去 如果对历史很感兴趣的人的话 经里面看一下是可以 不然的话就没什么看头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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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